Hello,大家好,我是小秋 我是雨晨 我们现在已经过来商场这里了 佩琴和雨晨说想过来游乐园这里玩 我们就接着过来了 待会你们在里面玩,妈妈回去煮饭 待会再拿过来给你们吃,好吗 那你们要乖乖的轻胖 好的,让孩子待在游乐园这里待长一点的时间 因为现在外面太热了 里面还有空调呢 你们在这里玩哈 妈妈回去煮菜给你们吃 现在呢我赶着回家做午饭 待会呢拿饭过来给孩子们吃 好晒啊今天 我带了一把超级大的这个伞过来 我已经回到家了 这些材料呢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开始接着在厨房里面忙了 暑假每一天都为孩子们的一日三餐忙了 但是呢也是值得的 孩子们呢现在也是处于长身体的时候嘛 吃好一点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我买的这些食材好像都不是很贵的 只要做的好吃,孩子们就会多吃一些的 今天准备的食材呢要多一些 因为今天要做好几样美食嘛 现在冬瓜还是挺便宜的 这一块那么大一块呢 两块钱 赶快二毛吧 今天呢我是要做这个冬瓜尿肉 暑假也快结束了 我呢就趁着这十多天的时间里面 多陪伴一下孩子们 然后多做一些美食给孩子们吃 孩子们很舍不得孩子们的 现在把这个洗好的鸡翅腌一下 孩子们特别喜欢吃这个奥尔良鸡翅 把鸡翅切开这样子入味一些 先让鸡翅腌20分钟 放入一边备用 然后我还准备了这个幼末 幼末呢现在加入调料 加入一点酱油 一点老抽 一点盐 一点淀粉 然后筷子搅拌均匀 先把这个番薯切片 切好的番薯 放在底层这里 上面放个托 然后把冬瓜也放上去 隔水蒸十分钟 已经蒸够时间了 冬瓜已经蒸熟了 把冬瓜捲起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包馅了 可以了 刀工不好 所以呢 切的这个冬瓜 有大有小 包起来也是有大有小 不均匀 好 拿着铃鸡 倒下的番薯压成油 鸡翅已经腌好了 现在放到空气大锅里面炸 第一面已经有8分钟了 现在把它反面 现在准备做芝士番薯饼 然后把番薯饼放在上面 放上一点油 这样子它就不会粘底了 把这个包好的放在这里 包好可以包两克 然后在上面刷上一层鸡蛋液 已经蒸好了 现在上面加点葱花 然后再加点酱油 因为我没有加盐 现在把这个芝士薯饼放进去烤了 这个芝士很香 倒进去 打包 再过去给孩子们吃 芝士红薯饼已经好了 顺便也一起带过去 已经回到商场这边了 好晒 最主要是拿着这两个东西好沉 这个商场还蛮大的 估计孩子们也饿了 不过我们今天吃早餐吃得晚一些 所以我就说先送他们过来这边玩 完了然后再接着吃午饭 这样子就吃的多一点 哇今天好多人了 我已经进来游乐场里面了 叫佩喜和雨晨出来吃饭 饿了是吗 好不好吃啊 好吃 这个是啥 哪个 你吃不出来吗 吃不出来 雨晨竟然吃不出来这个 这一个假期 我已经习惯了自己做 一日三餐了 就会发现 吃来吃去 家里面往往常做的 也就是这么几道菜了 不知道你们的家庭 是不是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呢 家常嘛 适合自己家人的口味就好了 这一个暑假 虽然每一天都挺忙的 但是当看到孩子们的天真笑容的时候 真的很开心 更多的是欣慰 回顾这一个多月的假期生活 真的很充实 我愿抱着一颗积极的不断成长 努力生活的心态 过好身边的每一天 愿日子慢慢的过成最幸福的模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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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